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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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周世芬 謹以真誠發誓 就本人所知及相信 為事實施全部並無虛言 周世芬先生 請問你在警隊上屬於甚麼職位 我在附近沙戰 天號五二一一 駐守占收在警局 周世芬沙戰 請問在二月十二號 你是不是在當間? 是 當晚九時三十分 你是不是在金巴黎行 發了一宗傷人案? 是 請你把當時的情形描述一下 在當地我看到有一個人 被人用麻包袋套著 有一個女人背向我握著一支棍 向麻包袋馬力敲擊 後來有一個銀包 從麻包袋裡面掉了出來 那個女人撿了之後 就向行的另一邊逃走 我上前檢查過一個麻包袋 發現原來裡面的男人 後來知道叫李吉祥 我記得傷勢不是太嚴重 亦是清醒 於是交給我一拍檔 附近沙戰六二九路為力處理 然後就去追捕那個女人 終於在昌盛街接獲這個女人 你認不認得這個女人? 認得 她現在是不是在法庭內? 是 請你指她出來 在凡人欄穿著飛色套裝的女士 我蠻子不認得多過, 又沒有一己之處 辛辛苦苦先充滿一筆錢 打算撐個大牌檔來做的 誰知道那個混蛋 他騙了我的錢, 還不認輸 當然了, 他說我沒有證沒有據 將來我回到家 那張手機就變成一張白紙 如果換了你是我 你不打得我變成豬頭餅 你也不相信 如果我只有一個人 就算你怎麼判我都不要緊 但是我還有一個兒子 他只有八歲而已 我坐牢就沒人理會他了 我已經失敗過一次 不想作內疚一輩子 怎麼也不能再扔下他不理會 法官大人 在周倫 那張家中秀蘭 衝以傷害他人身體罪名成立 但是姑娘被告認罪 如此情有可原 現在本席宣判 被告入獄六個月, 還刑一年 明知那張秋條有警告的 也要判我有在 你打人歸打人 人家騙你歸人家騙你 是兩件事 剛才我這麼說 只是想跟你拿同情分 遲些我一定要告他 拿一筆錢也好 放心, 我一定會跟你跟著 我們先走了, 再見 謝謝 再見 出來了 大龍芳, 姐姐 去車裡等你 不用了 我明白了, 再見 不生我了嗎 我最聽人家說謊 何況媽媽洪福齊天 一定是大寶嵐哥 是我的 到時了 阿芬, 其實我… 不如我們一邊吃飯一邊玩吧 想吃甚麼 你不用躲在那裡嚇我 今早被你嚇了一跳 你見到我嗎 你糟了, 媽媽說回大陸 你糟了, 你糟了 你糟了, 你糟了 我說沒見過你, 多麼閒 但是, 琳仔要不要走一圈 扔了一個人 如果媽媽見到你回鄉政白雪雪 你的命也沒有 你回鄉政, 扔了 你毀屍滅席, 很絕 但今早你這件西裝 有沒有二十年歷史這麼醜 你說甚麼 為甚麼你會冒死扮靚仔, 聽心 當時我真的很生氣 拿了錢, 跟老人走路 不過, 還是閒風連理的事 況且現在搞成這樣 天意來, 老母來拿債 兒子來扮債, 打我了 如情未了嗎? 說不喜歡她是假的 不喜歡就不會娶她 如情未了就不能說 見面就像是好朋友那樣 其實我小時候 記得她在外面買雞蛋給我吃 然後一走就知道 丟下我這個飯糰給你得臭 有時候見到你不開心 你也只會自己躲在二角喝酒 從來沒有拿我出來發脾氣 比起我 我一定把油餅仔當成沙巴似的打字 就說她扔下你給我一樣 其實這個家沒有這產主 早就關掉了 是我收拾的 當時不想你回應 只是怕你變第二代提款機 事到而今, 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用管我們 你真的有得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認錯 放心吧, 你認識我這麼久 你也知道我這份人沒事的 只想我身邊的人個個都開開心心 甚麼一個包袱也是這樣 甚麼一百個也是這樣 怎麼樣也好, 你們有兩個奶奶 美女, 一位, 靠位 果仔, 請問波哥在哪裡 波哥出去了辦貨 你在這裡等她, 喝點甚麼 咖啡, 麻煩你 收到 阿彪 阿彪 是 波記有沒有說甚麼時候回來 波嫂, 波記好像是你老公 我不知道, 你問他 這個混蛋, 一定是去找個混蛋 媽, 你別這麼多心 我多心?我怕你爸爸多心 昨晚我看見他 鬼鬼祟祟的跟你大哥聊天 你幫不然他想接那個女人回來 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 我想得沒有十成, 也有九成 他們的兒子雖然不是親生 但是他們的心一樣是這麼軟的 一會兒被那個女人哄一哄一哄 你怕他們兩個不敢嗎 就算是, 我也覺得很應該 那個始終都是大哥的親生媽媽 現在你幫人也不幫媽媽 婚兒雖然不是我生 但是我用了一擔心的心 才臭到他這麼大 我都沒當過他不是我親生兒子 即使他要有媽媽 都只有一個, 那個就是我了 我們是一家人 波記…老媽子 你把大嫂子說什麼 我的義務很繁忙 你經常都是無事忙 現在我們快要加散人忙了, 臭小子 甚麼事 總之你們兩個以後要生生生生 你, 你趕快找一份工作 你就乖乖地讀大學 我們用溫情打動你大哥和你爸爸 我們只是一家人, 知道嗎 知道了, 媽媽, 別客氣了... 是... 美女 熱咖啡 麻煩不用了, 拿刀 我把你送給我 你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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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 走 你送給我 你送給我 不過遲了二十幾年, 你不會怪媽媽的 記住孝順波那兩夫妻 不然會被雷劈的 爸爸, 幸好你現在是普通感冒 你知道現在的感冒菌 五花八門一樣, 很厲害的 爸爸的身體一向都不錯 怎麼會這麼容易有事 不過無論如何, 你不要過份操勞 要不然就給那些感冒菌成區移入 可以了, 爸爸有分數 這麼多年來, 你有沒有看過爸爸有什麼大病 但爸爸, 你有沒有想過退休 退休?我真的從來沒想過 從我大學畢業的那天開始 就想過把自己貢獻給教育事業 身為教育工作者 最重要的就是作用認錯 培養後輩, 死而後而 又怎能隨便說退休 而且… 爸爸, 我上去前面買本雜誌 你也吃得了 誰還說退休 我買本雜誌 我買本雜誌 你聽到有意義嗎? 不是, 我買本雜誌 我買本雜誌 爸爸… 爸爸, 你幹甚麼?爸爸 報警… 當時我在車裡見面 突然我見到一個年輕人 向著提款機走來走去 我知道不要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在背包裡拿螺絲批出來 向著提款機左叫右叫… 我就馬上衝進去想我制止他 誰知被撞撞開了 他自己一支線地走出門口 我當然跟著出來想我抓住他 是嗎? 誰知被他反手一撞 我就掉在地上 你不記得他的慘了樣子嗎 記得, 他花了灰, 我也認得他 這樣就好 待會麻煩你幫幫忙 把拼圖出來好不好? 好… 這種社會敗類一定要把他承知與法 免得再次遺害社會, 是不是? 那倒是, 最近跟類型案件一年一年 我想這群人一定會吃過番臭味 校長, 犯了法的人是要抓的 但你也要顧著自己的安全 那倒是, 又不知道自己一把年紀 你知不知道甚麼是公民責任 我這樣做也是盡了公民責任, 是不是? 對… 你們要去疑問嗎? 是呀, 早兩年打算跟你表姐夫嘗試 怎料上個禮拜真的批評了 不好了, 恭喜你了 不過呢, 我們想不跟彤彤一起過去 那彤彤是你的女兒, 當然要一起過去吧 但是, 現在是彤彤的親生媽媽 如果我帶走了她 那你又會少了很多機會見她的 表姐, 當初我把彤彤交給你 她就是你的親生女兒 我會跟你過去讀書, 否則還好 最多我答應你 我一旦有時間, 我就過來探望你們 你真的這麼想 你知道嗎?之前我和你表姐夫 還怕你會… 真幸運 會怎麼樣?哭得收不到聲音嗎? 傻了, 我知道你一定會對她好好的 那好吧, 我不妨礙你了 你不用送我了, 我自己認得路走了 我自己帶你去吧 好, 再見 我自己帶你去吧 怎麼了?不舒服嗎? 有…你有了 姐姐 不要吧, 餐廳來吧 好, 走 走 但是正虧很辛苦 轉制沒有長逢適合約制 我自己的新報紙出來 有沒有人叫你? 如果薪資好就沒所謂 我不出聲你了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和親人哥哥走遍 親人哥哥 為甚麼? 你怎麼會在這裡? 你知不知道我快要和媽媽爸爸 去加拿大了 知道嗎? 我不想去 那裡也沒有朋友 又看不到現在的同學 不要緊 你不跟朋友做不友 你不跟朋友做不友 那你有時間的時候 就回來探望他們 最多依依買飛機票 真的嗎? 當然真的 考車就不等你了 快回去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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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候做個決定的 只是兩條路選擇 要麼不要, 要麼就要 不要的就當是扔下一件事 重新做人一料百料 要的話 那你要好好準備自己 如何做一個媽媽 如何面對壓力 如果不扔不掉的話 對傷方面也不好 就讓你看 但是有些東西 你扔下了就沒權拿回頭 是人, 不是貨 果奇不要 想不成功的話 你告訴阿信 總之叫他和你一起想 隨便, 甚麼都好 當一次過了兩件事 放出信用精明 我想你們倆 不顧人要解決這件事 你告訴我 吃飯 吃飯, 吃飯 忙到死了, 沒時間報警 警察那邊怎麼樣 又是差不多 你想跟我說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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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放下 還是沒事 挺漂亮的 你喜歡嗎 是, 兩位有甚麼可以分到你們呢 我想拿外面飾櫃的水晶看 是誰 小丑, 很漂亮的那個 你等等 來 先生, 你看看 挺有眼光 真的很漂亮, 是不是 那拜託他,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妹妹, 睡了沒有 沒有, 你回來了 我今天呢 看到我表姐 她說全家要移民去加拿大 還沒聽你說過 很好, 移民加拿大 你怎麼這麼說的 阿信還是這麼說 我也想坦白白告訴她 但是我對著她的眼睛 甚麼都說不出 我對著阿芬反而甚麼都說得出 你對著她是有點難度的 一個是你男朋友嘛 你緊張你們的關係 一個是你普通朋友而已 總之知道, 很煩 不是呀, 反正她不知道 那就別說了 送彤彤去加拿大移民 那她便永遠都不會知道 知道可以當甚麼了, 怎麼發生過 不知道行不行 不過那些書說 那些男人出去滾 回到家裡, 老婆一定會問的 那這個男人死也不認 問得你十次, 那就變成真話了 怎麼會這麼說的 你自己提醒我 三點鐘跟Daniel的會議 哪兒 明天那個會, 那個... 怎麼樣, 有沒有弄傷了 沒事 來, 起來吧, 怎麼這麼順暢 來 來 撞到你的腳 等一下, 撞一下 我小姐很順暢, 真是沒事 看你的樣子 這麼大的女兒害羞, 明天怎麼拍拖 你撞到那個附近英雄怎麼辦 對了, 查到沒有 是不是我說的那個朋友 隨便吧, 撞到又怎麼樣 不撞到又怎麼樣 怎麼會這樣呢 喂? 是 這麼大的事?我馬上來 什麼事? 爸爸, 怎麼樣?發生什麼事? 我沒事, 不過... 爹, 剛才你爸爸和七哥 約了大陸先的買家說錢 就懷疑不批貨給他們 誰知道他翻臉上來, 拿刀就砍掉了 幸好一切拼命護著我 我才能跑掉 是啊, 所以七哥就這樣捱了幾刀 看他們去吧 齊叔 齊叔 齊哥, 醫生 你們是他親人嗎? 不用擔心, 只是瓶礙傷 多點休息就沒事了 你多點休息吧 齊哥, 你也聽到了 不用擔心了 我當你好像兄弟那樣 我不想兄弟有事的 是啊, 你這樣做很危險的 你當我是兄弟的 我流少許血有甚麼所謂 你放心吧, 我一定幫你拿回公道 齊哥, 如果你決定收手不做 不要再踩他過去了 我好一點, 我會跟大嬰兒談判的 不要再說了, 我倒杯水給你喝 謝謝 高姐, 讓我去吧 七哥, 謝謝你救了我爸爸 別怪我以前這樣對你 別再提了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搞定義太 是, 我答應了你爸爸的 這次搞成這樣, 你還少得了嗎 這麼多年來, 甚麼大場也沒見過 不過這次之後 我也要打算退休的事了 放心吧, 七哥已經答應了你了 我一定跟他一起幫你搞好義太 我想你爸最終聽你說這句話 等等 七哥的電話 我是七哥, 不是很傷的嘛 沒甚麼事, 我死不去 他們剛剛才走 剛才那場戲, 精彩了吧 現在聖業的老鬼 相信我就是找人砍你了 最重要的是, 過世都相信了 幸好這幾刀沒白癌 我做完了, 聖業的父子都相信你了 我們要的貨, 甚麼時候可以買呢 你不用擔心 我洪志權保證 那些貨源源不絕地供應給你 雖然現在有點阻礙 只是小沙石而已 很容易背脫的 好, 我相信你了 好, 就這樣 好, 小心 好, 小心 好 好, 小心 你還打來叫我去醫院 幸好今天那位七叔不是你 那你現在就不用怕了 你也不用擔心了 但爸爸就不太開心了 為甚麼? 不是嗎? 你跟江小姐拍拖這麼久 也不帶回來給我看看 那你說我會不開心嗎? 你兒子這麼大 我第一次認真撻拖 你兒子這麼多, 先看定點吧 肯定, 我兒子高大威猛, 頸甩脫 有多高大威猛, 豈不是你生的 最近在這區有很多非法入境者 導遊和無業人物出入 而且罪案數字不斷上升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帶洗樓 如果看到有可疑人物出入 一定要進行折查 打劫呀… 甚麼事? 有人打劫, 穿了我的袋子在上面 你不要手藏 我… 走 我… 警察、別跑 來, 站住 細編? 阿Sir, 習慣了沒有? 你不口乾了口臭 閉嘴, 口臭還說了那麼多無謂的事 甚麼?都七七八八, 名字又簽了 甚麼手組都弄好了, 別丟了 你這麼熟悉 就應該知道我扣留你的四十八小時 四十八小時? 好, 那就當我睡在酒店 幹甚麼?你懶惰我? 我教你, 你懶惰我不了 我老套, 真是殺人 你們是警察, 我是賊 不過這些程序我很清楚 知道那個基Sir嗎? 我以前跟他搵吃的 我跟基Sir搵吃的 就是你現在休息 神經病, 你好了 這樣跟你的伙計說話? 你沒死過, 你碰你也不用坐在那裡 有人來保證你嗎? 臭婆娘, 你要去哪裡? 我叫你幾點, 別勾了 好了, 這裡是警局, 你好家嗎? 師兄, 麻煩你帶他去搞定手續 當然了, 藥術程序 怎麼人也有? 不是, 應該是垃圾才對 那些仙人就麻煩了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仙人? 對, 以前他是基Sir之針 已經認識了十多年了 難怪他認識了Madam 對, 他以前也有接觸的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自從基Sir過世之後 世畢就沒有出來逛 現在突然間抱頭, 什麼解救呢? 肯定不放好東西 臉媽很貴嗎? 臉媽不開, 就回到歌台 臉媽不開, 叫你不回覆 基嫂 剛才你不是過來看著我嗎? 你的伙計欺負我 怎麼不說話? 對了, 這裡的警官不太方便 這樣吧, 我稍後再叫你喝茶 別不回覆, 會翻臉的 再見 快報吧, 還沒吃飯嗎? 無系可計劃, 當然有 有了, 鯊魚、軟骨、小麥草、茶包 也有, 永不磨損士花蠟一隻 有, 去積殺菌、防毛牙膏 也有, 維他命H 黃大仙神茶 一天一天打十幾次電話 來打得沒電話 一天一腳二都不見影 弄得我電話生蜘蛛網, 真可憐 超級無敵人的早餐 大報竹 什麼大報竹 孫容開邊精雙蛋 不是呀, 我忘了幫四樓的傻藝張買 這個朱欣海報 人家叫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弄了黃大仙 那幫你幹什麼, 沒所謂 波叔 你真不要怪責任父子 談心什麼陰光 你真是我的早餐完全透明 阿成, 奶茶還沒喝 波那次不行, 水煲的也不滾 煲的奶茶也要煲的 煲的奶茶也要煲的出錢 坐一會 阿斌, 話說回來, 你的工作做什麼 行棋同坐 有時候我在想 再這樣燈爛一個人 好像在浪費我的青春 時間和才華那樣 我真的有衝動想引夠辭職 找我的工作, 好不好, 你說 當然不要 人工高福利好 有哪一份工作可以助長官 天不勞而獲的, 傻子 也是 我認得我前幾輩應該是屈原 今世再回楊貴妃 享受一會兒也沒所謂 來吧 你撞鬼神打鬼上身嗎? 喝奶茶自邪 不好意思 原來打電話會打到別人的醜 不好意思 誰不回覆你的電話 你打得這麼醜 別管我, 吃你的蒜頭開邊蒸雙蛋 遲到了 有你載我, 我怎麼會遲呢 阿力, 快來救我 我在九六公園, 就這樣 誰來的 聽完她的電話之後, 手都抬起來 這頓我請你 你剩下巴士 你變態嗎?你付錢 你竟然付錢這麼變態 甚麼事? 肥仔來了… 肥仔來了, 死定了… 甚麼事?你別打我 你現在發生甚麼事? 刀八雄要殺我 你幸好走得快 否則連大人都燒焦 你怎麼得罪這種人 你和刀八雄搞了甚麼? 人家拍了全照片 你又拍人全照片? 你還要做這種事 人家哪兒想出來做 你真壞 人家這麼慘, 你還罵人家 別…別哭了 我沒有罵你 我…因為我也很想幫你 但你難道要我跟那個大人說刀嗎 那刀不用你說的 你借個地方給我避一避 其實地方很難找到別人借給你避 我家也不太方便 例如有沒有朋友可以幫到你 有的, 警察 警察就行了, 你找警察 你就是警察 找個partime來的 人家避免一會兒 過了風頭火勢就會走的了 怎麼這麼好呢 走吧, 還想甚麼呢 走吧 快點拿人來吧 走吧 你真開心, 還聽著 該死吧, 心軟了, 睡這張梳化 一定睡著了, 真可憐 快點走出來, 冷死你了, 不好 那你還敢 不敢 不要 別這樣, 我流鼻氣的 旁邊的房子看到也不好 你進房門吧 行了, 脫衣服穿衣服是我強項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覺得你家裡有問題嗎 白白白的, 都沒有情緒 明天你買紫色油就去那間屋去 紫色油? 門口也把黃色招牌弄好嗎 你當我這裡一流一縫 打算用來照客做生意嗎 我不會的了 現在有你養, 我打算放長假 放長假? 你當這裡是一個暫停, 一個小息 休息幾天就好走, 好不好 那就是你鼓勵我出去做吧 你別忘了, 你是警察 展世謙, 你就把你拋棄了 你不是前世欠我, 你是搭我的課 搭甚麼理課? 阿瑩, 其實就算你沒得罪那個人 你也不能留在香港留得久 對, 你沒有證明 好好的證明經經回上海 申請我下來就好了 甚麼回上去 人家都說要儲錢去外國讀音樂 你去讀音樂就相信你哥哥也傻了 這個雪櫃用來冒空氣嗎? 雪櫃用來冒空氣這樣說甚麼? 我來放衣服嗎? 不跟你說那麼多 我去警察做事 對了, 阿蓮 記住有電話你千萬不要接, 知道嗎 要有人按鈴或者找我也好 摸錯門也好 你別當客人這麼接進來 不可以叫人上來打麻將 街都不要下了, 說不定了, 上班 那你順便幫我買一碗魚蛋麵 要加蛋加菜, 還有一杯凍體茶 你走開車好嗎? 你當我工人嗎? 那你現在又不讓人家下街 行…魚蛋麵, 我幫你買 還有, 和我樓上樓下黑色的一件 曬著你煮的 好嗎?上樓下什麼? 我是男人還是媽媽 我怎麼幫你買這種東西呢 男人嘛, 我自己去買 行…把你包起來了 甚麼質感 知道發不發 不知道你聰明還是我聰明 阿力, 你別在做甚麼? 沒甚麼吧? 阿春, 有多少錢?借點來吧 阿力, 你兩份工資一個人用 洗都說不夠洗,你搞什麼? 一場朋友,這麼久的同事 有話不怕說 算了,別問我了 別再騙了 你喜歡這樣? 我走開一會兒 你去哪裡? 別管你 老闆,你沒事吧? 基嫂有什麼事? 是吧?基嫂 我沒事,放開她 聽到了 老闆想我幫她在車上簽名 基嫂,你不知頭不知路 不要亂搞事了 不是看責任和前輩 搞幾名關係搞得這麼好 我一定會破你亂打人的 基嫂,別欺負我爛命一條 欠債還錢天公地道 剩下她的美數,儘快搞定她 老闆,不知會欠你錢 我現在懷疑你勒索 我要拉你回警局 你不信她,你問問她 是呀,我是欠她的錢 警官 我的事與你無關 不敢遲,你見得了,基嫂 九萬 警官… 警官… 惡善,蛙、龍、蛙、狗 有宗身體發現 地位,阿薛來到近現場街 立科職道 出來 你知道阿寶來在哪裡嗎 別說這麼多 那條下屋在哪裡 為什麼會這樣? 老公, 走私 我剛才看著那個錶 在答應下午五點 忽然間我聽到有些很重的物件 拖下來樓梯的聲音 我有一種得情之事 跟著我神推鬼捂的 走進一條橫行那裡 抬頭一望, 看到兇徒 拖著死者的屍體下樓梯 是, 她很冷靜 把屍體等在橫行那裡 還對著屍體說 作為神的使者 我要把這個世界的骯髒骯髒的東西 全部清洗出去 忽然間她看見我 趕快把屍體丟掉了 碰巧我的袋子有一條粉筆 那我就沿著屍體上畫了一個記號 然後報警 我看見的就是這麼多了 有可能是變態殺手 這麼說的話 兇案是陸續有的 屍體怎麼會突然自己不見 除非自己趕起來走過去 我怎麼知道屍體為什麼不見了 你這麼說 分明就懷疑我撒謊 就是了 校長怎麼會撒謊 不能說就說了 可能我兇手 趁校長報警的時候搬走屍體 是 是, 校長, 你認得兇徒的樣子嗎 認得, 她化走灰 我也認得她 那就二八了, 安排拼圖 校長, 麻煩你去拼圖室 爸爸, 你先休息一下 不用了 就算我沒得睡 我也要堅持下去 是 天網恢恢, 疏而不留 那兇手一定會成之於法 爸爸, 你別想太多了 我倒杯奶給你喝 不用了, 我想冷靜點 想想看有沒有 重要的細節還沒說出來 爸爸, 現在很晚了, 你別再想了 那怎麼行呢 人命關天, 怎麼可以這麼隨便 那要不我先回去睡, 你有甚麼要求我 晚安, 爸爸 這麼晚了, 誰呢 來吧 藥師 是, 我把糖水給校長吃的 今天下午我收了檔 回來在電梯口裡遇到校長 跟他聊天才知道 原來他喜歡吃糖水的 反正我多做了 就拿過來給你吃 謝謝你 不夠了, 再過來拿 謝謝你 好, 晚安 晚安 收到那裡不是應該五點鐘收嗎 爸爸應該出去很久了 不過可能今天早收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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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我知道你不可能欠 過世必領的錢 不過你不說你一定是你的苦衷 甚麼林?你拿去吧 你這是甚麼意思? 我想幫你,其實一直以來我對你 我不會接受這張支票的 甚麼林?你… 我也想告訴你 我不想我下屬是你我先人的事 你應該知道你身為一個警務人員 借錢是有他的守則的 所謂先生 長官 可能我怎麼配合你呢? 最近還是這樣 阿春,你還打給我甚麼? 不要…我 九萬元 別管別人 我就不會換衣服 好,不要你 阿晞哥,我想你幫我多坐雨 誰說的,別管你這些 真是的 我來施加針說那位小朋友 到這裡是家 街坊差人,街坊差人 這個 目的已達到,是時候撤離現場 你不是這麼好意氣吧 你不是這麼好關照吧 去吧 二、三個吧 啟清晴的房間,怎麼這麼壞 老師,這是你嗎? 怎麼了?拿過來騙我嗎? 我告訴你,你怎麼找到的 不要再這麼囂張 好了,開了,知道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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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還是你說的兩個,你說的兩個 謝謝 拿過來 你攝折手拿著人唱歌不中 以後不准搞機嫂 嘩,你又不搞不搞的 你什麼calling啊,小朋友 拿著它 兩萬元,兩萬元?想買一瓶嗎 儲點錢才回來再聊天 你有沒有看過相片,阿Dee 短命?多過兩萬元 你以為你有命要花嗎 我是不是第一天當差 你有沒有短命猜測 我兒子見不少了 收就收,可以吃就吃吧 你真是差人 很害怕,扶著我 很害怕 很害怕,差人家 好了,你去上去 冷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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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定了,死定了 不要,讓我來 不要…別拔出來 二萬元加給你 以後不准再搞…搞什麼 雙婆,換衣服吃宵夜 不是吧,又差入屋 雖然衣服全都見不見了 不再短有幾寒 無謂對對錯錯都失陀 誰願全平白你 為何仍然原諒你 原來從沒什麼不妥 無論遠看有幾壞 無論狠看有幾壞 無論狠看有幾傻 何會冷靜處理不錯 錯一世誰沒沒 吊截我 花心幾冬奔細破 別再沉默將滅了火 今天開始引起拍我